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来 我想去那边用这块老医工 我试试看 一试就上钩了 台大护理系毕业 为他入人力仲介行业 其实跟他原本的人生规划很不同 大社的时候 走了社区护理 然后在走社区护理的时候 我就服务了我们大安区的独居老人 那我觉得就是说服务陪伴老人家也还蛮好玩的 也蛮 我蛮喜欢的 前面在念书的当中 其实有刚好认识的中介业的朋友 所以偶尔会跟他们出去 然后看看他们去谈案件 看看他们服务 然后跟着他们去国外 去越南 去印尼 然后看看那边怎么训练 所以累积了这个经验 直到毕业之后 就是差不多毕业两年吧 我就开始就是成立公司 经营人力仲介 困难的不只是拓展生意 从找人 雇主与外籍移工的媒合 相处 以工生活适应问题等 很多环节一不注意就容易产生纠纷 人力仲介公司它属于是特许行业 所以它不是说像我们一般公司 开完之后 可以就要谈一谈 签一签这样就好了 它属于是老公部分 管的特许行业 所以它很多的很多的规定 我们就只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因为我们等了印尼跟台湾的文化 所以我们可以协助双方 怎么样互相思议 王小平在台湾已生活二十多年 因为工作 对台印交流的变化感受深刻 未来他很希望能在这一方面多着力